中共對台的戰略做法 一個職工你本島 一個先拿你外島 我們就叫他 烏克蘭模式好了 我想到會頭皮疤麻 我們一路麻過 我們從到軍中 不能麻啊 欸局長 兩岸有沒有熱線 我以前在陸委會 陸委會的辦公桌上 就是有一個電話 你打過嗎 呃...沒有 戰略熱線會不會通啦 通一定會通啦 那個人接 那個再說啦 線還在 但有沒有通 那... 你是陳明通啊你 就是這個 昨天啊 我們看到消息就是 CIA CIA的頭子啊 啊... 海恩斯嘛 Hans 這個就是 差不多就是我們 局長的規格啦 CIA的頭子是William Byrne 海恩斯是Odm 抱歉 國家 國家情報總監 國家情報總監 那他在這個 啊... 聯邦眾議院的 聽證裡面有提到 他說 目前的狀況 未來數週局面不堪 然後他們的判斷 這個... CIA的局長 Burns CIA局長Burns 他也覺得說 普丁現在是憤怒沮 沮喪 也就是預估 未來 烏克蘭這個狀況 可能會很慘 你們兩位的判斷呢 跟委員報告 CIA局長Burns 他是蘇聯的專家 他是蘇聯的專家 所以你覺得他的判斷 那... 料敵同寬 我們去思考普丁的... 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就是普丁他的個人的那個... 那... 這個是不是一個最遭可能的預判 沒有退路 沒有退路 必須去思考 但是... 因為國際的這樣的壓力下來 然後... 烏克蘭人民的抵抗意志 他也試圖從外交手段上 開始... 但現在在談 今天會在談 但是... 現在就是說... 沒有達到他所要的 沒有達到他所要 可能會更... 更激烈 對 所以他們分析普丁 不太可能 因為這樣的挫敗而退縮 反而可能加重力大 這我們的報告裡面 剛剛有提到 有提到 所以基本上你們的情報看法 這是最壞的寬法 這最糟的狀況 但這裡面還有一句話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這也是我們應該要去分析的 Burns說什麼 他說... 他不認為烏克蘭的這個戰勢 還有情勢的發展 會... 讓他低估習近平對台的決心 那這句話你們可要注意 他怎麼看 那你們怎麼看 我想這個... Wilhelm Brand他的那個... 那個判斷 非常值得我們參考 對啊... 所以你們怎麼看 就是說他的意思是說 烏克蘭這個狀況 雖然讓俄羅斯感到挫折 可是呢 從美國的研判 特別是CIA的研判 他不認為這樣的情勢 會挫折習近平的決心 對不對 那...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如果... 照習近平... 他講的習近平就是對台決心啊 對台裡面包括攻台嘛 包括統戰嘛 這些等等的決心嘛 所以這是不是意味著就是說 中共在對台這部分 會因為烏克蘭的情勢 而改變他的戰法 會不會 戰法方面 對啊就戰法啦 因為他看到烏克蘭的樣子嘛 我們就叫他烏克蘭模式好了 如果烏克蘭的模式 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你認為 包括部長 包括我們的局長 你們在研判上面 那未來中共對台的模式 戰法會不會改變 我跟委員報了兩點 第一個 我很感激委員 對我們軍方那麼體諒啊 還有昨天看到實況 有第一線的 那種辛勞 特別感激 第二個 剛剛委員講的問題啊 局長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要料敵從寬 所以 今天各國 他說發表言論 我們沒有講不相信 我們深表同意 因為中共沒有放棄過 所以他用各種方法 我們都從寬來認定 從寬認定喔 是 所以我就跟委員報告 我們軍方經常講一句話 我們不要將我們的勝利 寄放在敵人的錯誤上面 套一句平常話的話 就是說我們不要指望和平 寄放在敵方對我們仁慈上面 所以部長 你講的我也同意 但我現在問的就是 實際比較務實面的準備是什麼 因為你要研判嘛 以前我們常常研判說 中共攻台的幾套方法 渡海 對不對 登陸 飛彈 這些等等的 那烏克蘭的這個戰事的狀況 有沒有可能改變他未來 對台的戰略部署 還有攻擊方式 攻台的方式 這是屬於戰術戰略面的事情 他可能會調整 那這個部分你要不要研判 要不要去想一下說 將來他會怎麼樣來改變 我舉個例來講 中共對台的戰略做法 一個職工你本島 一個先拿你外島 對不對 因為我們跟烏克蘭不一樣 烏克蘭它是 它接壤的它不是海島 所以靠近俄羅斯的烏東地區 也一樣俄羅斯先拿 先拿下一個緩衝地帶 那我們是有一個台灣海峽沒有錯 但我們要外島在外面 如果今天研判我渡海攻台 會陷入泥落 像烏克蘭這樣的話 我要不要先拿外島 外島一拿下來 你台海的戰略眾生等於沒了 你將你的飛機 你要飛到外島是不能的 是沒有辦法的 你的飛彈部署在外島 也等於失效了 所以我只是舉例 從一個整個戰略的研判 還有分析 還有它整個轉變的可能來看的話 假設 假設它就先拿你的外島 那個過年 過年那幾天 你看我們那個東引那個樣子 對不對 它雖然不管它叫是不是民航機 不明飛行物飛過東引 沒有人沒有人有反應 那如果照這樣的狀況的話 中共要拿我們的外島 沒有那麼困難 如果是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 所以啊 部長跟局長 這些你們要去想 我想到會頭皮巴馬 因為我待過外島 我們知道 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 飛彈打造台灣頭台灣尾 但是 真正要攻打 要打 可能要登陸的是金門 是馬祖啊 因為拿下了外島之後 成本低 效應大 然後切斷你的戰略眾生 美國也不能來補給 美國甚至不能介入 對不對 所以部長 這個都在變化當中 我跟委員報 我講幾分鐘 第一個 委員剛剛講到 考慮這些狀況 想到頭皮發麻 我們一路馬過來 我們從到軍中 你們不能馬 沒有 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我們說馬以外 我們要有個對策 我跟委員報好一點 今天中國要犯台的話 他目的核戰 一定要佔領台灣 但他 有這個能力 拿進來拿外島 現在就有能力 但他為什麼遲遲不做 因為他要把握 要有把握 一次要搞定 假如沒有搞定的話 那就是跟目前俄羅斯 跟俄國 跟烏克蘭一樣的狀況 大家都要猶豫了 那我們期望是什麼呢 剛才還講到這個 這個程序不會變的 打導彈 精準射擊 癱瘓力 都不會變 但就速度會加快 速度會加快 而且同時 他打外島的時候 他同樣已經對本島 他打這個精準飛彈的時候 他同樣可能 海空部隊已經出動了 這是有可能的 OK 謝謝部長 我還是希望說 整個烏克蘭的 這個經驗的演變 你們真的要好好分析一下 那是我們將來的一些 戰略規劃裡面 那提到這個部分 你之前曾經講過 你說戰前 戰爭發生前 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很重要 一旦戰爭發生以後 你看這個政治就不太有用了 不太能控制了 所以這個我也同意 那我想請教一下 欸局長 兩岸有沒有熱線 兩岸現在有沒有熱線 如果兩岸真的平臨 比如說烏克蘭跟俄羅斯那時候 因為那個 這個 這個中立化的這個問題 他們也曾經試圖想要 溝通啊 大家都在講 我們來談怎麼弄啊 那最後就是大家都堅持嘛 所以知道怎麼樣打了 那兩岸的狀況也一樣啊 政治上如果說 平臨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熱線 我們有沒有溝通的管道 你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我以前在陸委會 陸委會的辦公桌上 就是有一個電話 陸委會辦公桌上面有 有一個電話線 你打過嗎 沒有 但是你問有沒有熱線 有啊 那熱線會不會通啊 通一定會通啊 沒有人接 那個再說 不知道 再說 有沒有試過會不會通 熱線 但是現在其他事務性都過小兩會 那是事務性 但這絕對不是事務性 這個可能就是危機性 關鍵性 那現在有沒有 沒有拆掉 線還在 線還在 但有沒有通 你是陳明通啊 你看那情況的時候再說 啊 看情況再說 只有你在才會通嗎 沒有 沒有這樣子 沒有這樣說 那你現在國安局有沒有 沒有 國安局那跟美國有沒有 不是 我們跟有盟之間都有保持相當的聯繫啊 有盟的代表 為什麼我問這個 因為你在想啊 那個戰爭的決定就是 一線之間 對不對 你決定要不要再繼續溝通還是不要了 還是說有沒有這個溝通的管道 去避免掉沒有必要的衝突跟傷亡 我們看到那個戰爭的可怕的狀況 這真的是啊 所以我說你們兩位長官很重要 你們是在台海上面 能不能守護我們國人的生命 安全的關鍵喔 不要小看你們 你們的一面之間 有可能決定了所有人的未來 下輩子 甚至好幾個輩子 是 所以這個為什麼 部長我同意你說七分政治的重要性 那提到七分政治 你剛有提到 我們買很多武器啦 如果這個戰士的經驗 能夠讓願意提供武器給我們的國家 提早提供我們需求的 然後以比較低的成本給我們 這個才是真正在預防戰爭 而不是等到戰爭發生的時候 免費提供給你 沒有用 沒有這樣死亡 部長沒有用 所以你要去爭取這個 藉由這一次烏克蘭的情勢 想辦法去爭取 第二個要爭取什麼 軍事演習 聯合的軍事演習 我們到目前 台灣 沒有跟其他國家 有所謂的聯合軍演 沒有 這部分過去 美國也曾經要邀請 那 也一直沒有 辦法成事啦 所以 將來 我們跟其他 周邊 或者 這個國家這些等等 在軍演上面的合作 軍演不代表他未來一定會來幫你啦 是沒錯 可是你起碼知道在戰爭發生 戰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跟其他的 友邦國家 互通有無 互相協助啦 不要以為說軍演他就將來會來幫你 不是這樣子的 可是這個的過程 勢必你們要去爭取啦 藉由這一次烏克蘭的情況 可以嗎 可以 應該做的 是 那個局長還有沒有話要說 謝謝委員 你那個電話要通啦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今天呢 要推薦給大家 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呢 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